原调琪,将云为什么被称为千古如二? 因为他创造了三个第一,至今无人超越公元前二百亿十年,秦始皇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五次,也是最后一次出巡。 出巡的目的地是东南方向的故处之国,之所以要挣扎着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南巡,或许与秦始皇时常挂念的一句方间流言有关,东南九天子气。 公元前二百一十年,秦始皇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五次,也是最后一次出巡,出巡的目的地是东南方向的故处之国。 而秦始皇不知道的是,就在南渡浙江的时候,两个楚国魏王人正在远方默然注视,使皇帝的皇屋左道,并没有吓着他们。 反而掩得其中一位后生,说出了那句在在历史上识破天经的话,以可取而代之也。 说句话的人,就是被评为千古无二的项羽。 那么项羽为何被评为千古无二呢? 原因就是他创下了多个世界第一,成为了千百年来无人超越的存在。 一、称霸年龄最小,出名要趁早。 可真正要想出名,建功立业时,会发现非常困难。 如果没有坚持不懈的努力,根本不可能成功,就这也是前日条件之一。 而项羽称霸时只有二十六岁,不仅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大将,更是成为了一代霸主。 要知道,当时项羽的对手刘邦,此时已经五十多了。 纵观历史,成名最早,获取功名的也都过了二历之年。 项羽的成名之战,巨鹿之战时,项羽只有二十五岁。 有人会说过去病若冠之年便已丰厚,但是别忘了,过去病成名的背后,有着强大的国家在支撑,依靠的并非他自己。 二、打圣战最多。 骑兵八百,经历七十余战,未有败继这句话,可以用来形容项羽此人。 华夏悠悠千年,在项羽之前,有过如此辉煌战绩的士沙神白起,也是七十多场战役,不过白起用了三十多年,而项羽只用了八年时间。 不仅如此,项羽所战,几乎全是以少胜度,比如说,巨鹿之战,八千江东子帝大,破数倍于己的秦军,俘获敌将王黎王俭的孙子。 鹏城大战,项羽三万军队与刘邦五十万联军作战,打敌刘邦仓皇败退。 就连最后决战,也是韩信带兵六十万而来,加上刘邦彭越的兵力,摆备于项羽,才最终使得项羽乌江自稳。 人非圣贤,孰能五过。 就算再厉害的将军,终会有失败的时候,没有人可以做大百战百胜。 然而项羽就可以,他就像天生为战而生,靠的还不是谋略,每次交锋都以正面为主,如此才显得西楚霸王之名。 三,帝王项羽。 推翻了秦朝统治的项羽,败给刘邦的项羽,被称为西楚霸王的项羽,身上有种英气,以及宁文玉最不为法权的傲气,深深地根植在了中国文化里, 从而绵延千年。 汉朝虽为刘邦所建,但项羽的精神也在这个帝国生根发芽,再加上刘邦此人的哲学,这才有了汉朝的鼎盛。 汉文帝汉景帝寅人,汉武帝文韬武略,英姿勃发,这些同项羽。 当初所种下的萌芽,脱不开联系。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,把项羽写到了本纪中,要知道本纪是写帝王的。 纵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,项羽太过富人之人,就算活着也成不了皇帝。 但是一个好的皇帝,不就是应该拥有项羽这种霸气,不屈服不妥协的精神吗? 成者为王,败者为寇,但项羽从未释寇,被誉为千古乌二的项羽,其传说至今仍在流传,或许,我们也应该感谢刘邦,在项羽死后,并没有抹黑项羽。 这才让我知道了,这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,具有战国贵族精神的项羽,而项羽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以失败者让众人钦佩的人物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